周四下午3点左右 北京延庆突然天空昏暗 雷声大作 一场冰雹突如其来 大风加着冰雹铺天改地 由于冰雹来势太猛 迅速堆积 很快街道上就像下了一场雪 交通一度阻塞 之后 冰雹更是顺水漂流 宛如流淌的冰壳 汇聚在一起的冰雹在低洼地区造成堆积 人们不得不清理冰雹才能通行 穿着短袖阵衫产冰雹 在北京也真是少见 城区农作物受损严重 玉米 蔬菜等作物叶子都打落了 有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感思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宜良 江丽亚综合报道